第七天 第七天 終於轉陰性了 不過昨晚睡覺就舒服了很多 就不會再有全身痠痛 讓我很難睡覺動來動去那種感覺了 就真的可以一覺到天亮的那種感覺了 但是還是會有點比賽 然後偶爾渴一點點彈 然後我已經連續兩次都是測出陰性了 就是測完一次陰性過十二小時再一次 那就會確定我已經算是康復了 然後我們學校的校醫 知道我差不多快好了 他就發資訊過來跟我講說 新冠康復以後 不能太急於做激烈運動 所以呢 現在復原了 但是你也不能馬上就開始去運動 去鍛鍊 不能太急於回去以前的運動的那個強度 但對你的身體來講是不是很好的 其實正常生病後 恢復也不能一下就超太多 不然的話也很容易身體受不了嘛 對啊,所以就是要特別留意一下這個東西囉 不過很幸運呢 這七天呢 都沒有什麼樣很重的發燒啊 很重的反應啊等等的 所以呢 也沒有吃他政府派給我的退燒藥 跟那個什麼蓮花清澆奶 就只是多喝水休息而已 就好了 好啦 祝大家 還沒有得的人呢 最好就不要得啦 那得的人呢 正在陽性的人呢 能夠快點轉陰啊 就這樣子 希望這個社會能夠快點恢復正常 OK